嘿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來做五月份的非小說類清單 好 那這一個月份的我讀的三本書 今天要推薦大家的其中有兩本就是透過名人書房推薦書來的 那第一本呢就是許芳怡做的我心我心 那個時候在看到她的訪談的時候就覺得 她的就是個性非常的堅毅 所以才能造就她的成功的 我真的很佩服她 然後因為本身因為某一些原因 所以我從小都是會看就是舞台上面的舞蹈表演的 我對於舞蹈表演這件事情也是一直都非常欣賞的 然後我也知道身為一個職業舞者 她要該去面對的東西是什麼 然後我覺得看完這本書我真的覺得她很勇敢 就19歲然後直升去紐約 然後呢 面對成為職業舞者的掙扎跟困難 然後還有她怎麼樣去誠實的面對身體 我之前就有在影片跟各位說過我很想要再去更認識自己的身體 因為其實當人到孤獨一個極致的時候 你才會真正的從外面而內 在內心啊原來還有自己身體相伴這件事情 它裡面有說汗水是她最珍貴的保養品 然後呢她也重新透過舞蹈呢 在跟身體對話跟身體成為朋友這樣子 我覺得這對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推薦大家去看我會把連結放在上 其中有一個就是她在跳這個SALUTE 她是把那支舞座獻給台灣的觀眾這樣子 那個新聞裡面就只有幾個她在這個舞座裡面的一些舞蹈片段這樣子 然後可能是因為看完這本書就是心裡還有很多澎湃的心情 所以在看到那個影片的時候啊 就只有片段畫面了 我自己眼淚又流下來 有沒有要那麼感性 但是就是她真的很不簡單 然後那個舞座光是幾個動作 我們就可以訴說她這幾十年來的舞蹈表演 那講到這個我很推薦 呃...大家去看刺青舞者這個紀錄片喔 我會把連結放在上面 是她就是 呃...最後的一個舞座呢 就是Take me to church 然後她把那首歌 然後再進行編舞 那一個舞啊 是我看三秒我就馬上就落淚的 就真的很感人 然後就是看完那部紀錄片的時候啊 然後我就真的是對每個舞者 專業舞者起了最大的敬意 所以很推薦大家去認識許芳怡 我們台灣很驕傲的一個舞者 嗯... 好接下來這一個呢 也是透過《名人書房》跟浩子的訪談喔 《流浪世界是我的信仰》這一本書喔 嗯... 我真的覺得這本的書啊 現在啊 就對我來說 就看了就覺得很興奮的原因是因為 它裡面有很多圖文啊 然後呢 就是看到一些國外的風景 現在就要 自己透過這些文字還有圖片這樣 想像自己在出國這樣 帶著全家 然後一起去世界各個地方流浪 然後 你就可以從那一些搞笑的散文啊 然後還有一些 因為它有時候是日記 有時候是詩 所以這個 就跟一般的那一種 那種 我們出去旅行 然後回來寫的那種旅行雜記 有點不太一樣 就真的是很 隨性的書寫 就像我們有時候自己去旅行 然後在國外自己做的一些 隨寫的那個筆記一樣 所以讀的時候就覺得 很有感 它裡面還有一些 它寫給小朋友的一些話 然後就 就是在這邊寫的嘛 身為人父的獨白 就是怎麼樣在這旅行當中 讓小朋友去摸 去聽 去看 去用身體去感覺到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很大 有很多我們必須要去學習的地方 這是很棒的一本書 所以在這邊也推薦給大家 好接下來推薦最後一本書呢 就是叫做 《回憶與誤解》 沒有錯 這個就是Yes Man 金凱瑞她出的 《半自傳》提示一個小說 如果要寫自傳的話 我可能會跟她一樣 她就是把她的想像 摻雜著她的真實的過去 然後她的想法 她的生活 然後想像 全部都揉雜在一起 就是你看到後面啊 就已經out of control 而且你不知道哪一些是真的 哪一些是假的 搞不好你看起來那些假的 其實是真的 你看起來很真的搞不好是假的 就是詩詩假假 就已經 這人生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可是尤其是 因為她本身是 好萊塢的演藝人員 所以她在描述好萊塢的 那一些片段的時候 你就覺得天啊 這是真的嗎 還是假的 可是 因為 這個是半自傳提示的 所以你已經不知道 她是在騙你的 還是出自於她的想像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太絕了 她在goodread上面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畫面 她的評價 真的褒貶不一 然後 而且有很多都是負評的 但是 personally 我自己給她五顆星 我看到前面 前幾張的時候啊 我就真的覺得 其實她的心理狀態 已經是很 很大了 接近在崩潰的那邊緣 就很像一根緊繃的那個弦 你可以感覺得到 她把她心裡那邊的那個 不安和焦慮 還有成名之後 對 這本書主要是在講 她成名之後 所帶來給她的焦慮 跟不安全感 擊垮了她 真的 真的是擊垮了她 我看到前面的時候我真的覺得 God this man He needs a lot of peace 她那個內心的平和已經失衡了 她找不到了 總之這短短這三百頁啊 你的內心世界會被她弄到烏雲密布 就跟她的內心世界是一樣的 然後 呃 看完說那天晚上 我真的覺得起雞皮疙瘩 因為我在看YouTube的時候啊 雷雲 大數據 然後就給我一個推薦影片 等一下我會把連結放在上面 然後我真的嚇到 就是在講金凱瑞的 然後就看到她還好好的說 我心裡就 心中放下一塊大石頭 就是她還在跟我們講話這樣子 她看起來也很好了啦 但是我不知道她有沒有找到屬於 她心中的那個瓶頸 因為陳明帶給她的那個壓力塞是太大 她說名聲是帶給一個人最沉重也無法回復的打擊 這本書有很多就是她的奇想片段啊 我真的覺得很像是在看電影 或許她的人生就是出門 她就是出門 呃 我必須要先跟各位警告 如果你對性啊 暴力啊 政治啊 屎尿啊 外星大戰啊 那一些東西非常反感的話 這本書你千萬不要拿起來 這裡面有太多的充斥的那一些東西了 我一直相信 金凱瑞她本身是一個 就是極度溫柔的 極度天真的人 而且 她能夠開成不公的自我剖析 把人類最變態 最邪惡 最不單純的一面 很勇敢的書寫出來 面對自己最黑暗的那個自己 我覺得是很勇敢的 這本書真的也很推薦給大家 好 以上呢 那就是我在五月份讀的非小說類啦 這三本就是 都是有關於人的 防疫期間 就是 可能跟人類疏離了吧 覺得人類好麻煩 但是看了這三個人 又開始對人很好奇 總之 我的生活 跟這世界一樣 充滿著矛盾喔 總之 希望大家在防疫期間 也好好照顧自己 然後呢 嗯 也希望大家能夠平安快樂啦 好 那今天就先這樣子囉 按照顧 再見